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没有办法把你学以致用 两岸一家 我们这儿也都是号召大学生劳工化的 大学生洗厕所也应该视为光荣 都开始聊这个了 但是我最近还是得说我们时载庄 我们这个时载庄 压力大 说要扶持 时载庄有一个信息工程学院 你知道现在的大学生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我有时候到大学去跟他们交流 我就发现不是说大学四年级 这跟我们那个时候很不一样了 他大学一年级 甚至是报专业的时候 就开始琢磨找工作了 大学一年级已经觉得工作怎么办 工作怎么办 你像时载庄信息工程学院 一个女大学生叫刘伟的 很不幸跳水自杀 然后留下十万字的日记 你看他这边日记里 我今天给念一段 这说日记里写 想好好学习 却一看到课本就头疼 想着挣钱之类的事 压力特别大 挣钱吧 又感觉自己像个傻子似的 什么都不会 在学校里学的东西百无一用 想找份正经的工作 正当的工作 都是那么难 大脑几乎要崩溃 就据说他是求职压力过大 大学三年级求职压力过大 就自杀了 那我想从根上的问题 就是教育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教育确实有这问题 失业是一个很正常的 我看公布美国失业率到8 非常高 后来我查了一下 很有意思 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 他到1933年是跌入谷底 然后才回升的 这谷底的失业率是25 25% 非常下跃 四分之一的人 你今天想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 但是历史上是有这个数据的 那么我们今天 我觉得就业压力是 过去是期望值高 前几年 有的是工作 你看招聘会 非常热闹 但是每个人都是 一提中的年薪 刚一毕业 就是我要挣5000块 月薪 就是我要挣3000块 那么很多人不体量企业的难处 企业是非常难的 现在企业的这个 由于信息化 由于信息化的革命 使企业没份可钻 就所有的东西是公平的 过去我做绿豆 你都不知道我绿豆从哪买 今天有个绿豆的期货市场 全世界都是一 过去我做牛奶 你都不知道我三聚清安才 现在所有事情 现在可以批发 所以它就变成了 大家都在计算人工成本 人工成本呢 现在变成了 一个企业的首要成本 就是它最大的支出 一定是人的支出 所以它在人这 就一定想方设法的 要降低这个成本 那么再加上 现在的这种金融危机 导致的对经济的影响 那这种影响呢 那涉及到每一个企业 它肯定是 财源是第一位的 因为我是雇人的人 我知道 你知道雇一个中等的人 那么一年就是 他一个十万块钱的费用 他不仅仅是工资 一般来说呢 我从企业这个角度上讲 你雇一个人 你给的他的钱 差不多你还有 对应的钱要投入 在其他方面 你比如什么三险 什么什么攻击金 还有各种问题 你比如出了问题 你比如说这个单位 你不知道哪出问题 你就需要用钱去补 这个事 有个准备金 这些都是钱 那这样对企业来说呢 十万块钱 一个企业像这样 十个人出去呢 就是一百万 一百万对小企业 那就很大的钱了 所以他确实要在人工的 而且现在不是有所谓的 这些劳动法吗 就是其实劳工都应该 获得一定的保障 所以现在其实你也不能说 我不需要这个人才 我就把你辞退回家 那现在台湾就 毛起来放所谓的无薪假 你知道我之前提示听说 无薪假 那不就辞了吗 无薪假 但是没有 我没有辞退你 我需要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回来 有名忽实 对这个对很多的企业来讲 就是说你是没有薪水 你放假 但是我需要你的时候 反正也不会去找别的工作 因为没有人需要 这种临时临时的 那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一个礼拜 放两天无薪假 但是后来我就不断的 我最近其实经常跑外景 出回的时候 都会有车子来接我 那我当然是 我们自己也碰到 这些金融的危机 钱也少赚一些 我就会选比较便宜的司机 来接送 我就一路聊 我说你长得这么体体面面的 然后这样子开车什么东西 你又这么年轻 我就聊一聊 他说我是工程师 我是高科技的工程师 但是我公司在放无薪假 我说那你出来兼差个一两天 他不 我一个礼拜放四天 上一天 贵族生活 对 我心不拿钱 我心不拿钱 所以对他来讲 他要养家 怎么办 但是对企业来讲 其实因为你没有生产 所以当然你就没有收获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那对 所以现在就变成 你可以看到每天 其实开记者会的 除了那些女艺人之外 还有很多的官员 对不对 每天来讲说 我们要创造就业机会 我们要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很难 所以台湾县就开始 这个县市 就业博览会 这个县市 征裁会 这个县是什么 但他能够提供的职缺 其实都非常的有限 而且是公家机关提供 我给你的 你来 但是你是学这个的吗 不是 你每天就送送公文 什么 我只是短暂的让你有一个假象 可是这对就业有帮助 这个假象 我想至少说不定对心理有点帮助 我最近看这个南方人物周刊 就是发一个这个文章 就是说09中国毕业生就业调查 就说 这个失业 这个有科学研究的 没有工作达到半年以上 心里就会出问题 家庭可能也会出现问题 然后这个就是说 他最近举个例子 就有一个失业将近半年的 大学毕业生 找不到工作 然后说要买伙票 回家看父亲 没有钱 没有钱急疯了之后去抢劫 可是你知道他抢什么吗 他抢四块钱和一瓶矿泉水 就完全你觉得是疯了吗 那么他好歹抢张车票什么 没有 就不抓呢 就抢吧 那他要吃公家饭 所以他说这玩意对社会都造成冲击 然后说中国现在 你大概跟台湾 台湾人没太少了 你大陆 但是